部件 钻孔 用定位板标出加热器的安装位置 标出定位板的边界和四个定位孔 对角连接四个定位孔 确定中间孔的位置 确定地板上穿线束的合适位置 再次检查加热器在驾驶舱的安装位置是否合适 在地板上标出中间孔和穿线束孔的位置 现在可以取下地板 用刀将定位板位置的地板切下并切出一英寸穿线束孔 在地板上钻用于加热器的四英寸孔和四分之三英寸的孔 用于穿加热器线束 接下来钻两个2.5英寸的孔 用于安装进风管和回风管 清洁车辆内部 省时窍门 若所有空洞均从内部钻孔 所有碎屑都应集中 在车辆下放置一个垃圾盒 将碎屑从车辆空洞中扫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